本质的东西不一样 中国的通胀现在 我刚才讲 别人看到了 我的解构跟别人不太一样 10.6和8.3 我看到的时候 GDP应该跌得更快 没跌 没下来 通胀也跟CPI降得多了 也没降 这说明宏观调控的力度还不到 当然在为什么宏观调控是民营企业 国企没有调 中国的产业就是 你看每次宏观调控 在民营的在深圳这种地方 感觉很简 在北京的国有企业 没有特别简直 中国经济是按地区看的 我是这么看的 通胀无论是 您说牛省熊市 20%的熊市 中国早就进熊市了 熊市最温暖的原因是 当初在07年的时候 小飞解禁 和每天进的一千亿 一对出掉 股市不会涨到六千 假如没有涨到六千 从九五年涨到现在的三千七 大家认为很高兴 从来没有熊市认为说 原因是因为制度改革过程中 资金进出的一个疲惫 造成了一个震荡 先上六千再回三千 如果慢慢上到三千 大家心中会很好 所以原来把这事情开开了 我个人认为结论还会跌到三千 可能应该更破 如果大家都认为奥运 之后会出事 奥运之前就应该开始 在法院里面是 我们的民主主主席 我们的民主主席 要求多重新的民主主席 感谢 我们的民主主席 好 现在是个人 我们的民主主席 我们的民主主席 然后又是低利率时代 基本上美国降期 香港那边基本上是零利息 那中国呢这个国际利息也很低 如果可能留住信的话 国际利息基本上也可以不计了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股民 是持有资产还是持有现金 如果持有现金该怎么样就做什么 因为现在的风胀什么样就是负利率了 该怎么样就保住自己的这块收益 尽量地被少点侵蚀吧 然后呢我想要尽量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港币的点值 然后人民币的升值 那现在就是如果对中国的股市看好 特别是这些比较大型的公司 像中士柔或者是张商银行 这些公司看好 那目前这种情况下是应该 在香港市场上购买S股 还是应该在A股市场购买A股肠地持有 我想听一下高总和那个张博士的两种不同的看 我想应该是有点不同的 谢谢 我觉得这位您提的挺好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 现在就我来讲最好的 策略过去的战术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现在从全球来讲 很多部位的令营素 此地寨呢 现在后此地寨时代 实际上大概最大的条件 现在是中国工厂 从我本来讲 不光是通路 而且是全球性的 并且不光是某一个领域 而且是中国北京 大家可以知道 从大宗商品到石油到农产品 那么为什么 实际上呢 你要看现在的通胀实力 背后的原因就三个 但是你没法把它具体重开 三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呢 叫做共需平衡被打破了 但是你怎么可能讲 这个共需平衡被打破 难道是在过去任何回 突然被打破了 以前怎么都被打破了 那么过去任何回 这些事情发生成是中国 印度是在持续发展 并不是从过去任何变责 突然发展起来 对吧 就从共需平衡 或者共需失衡的角度来讲呢 似乎不足以完全结实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因素是什么 就是美人都不严重 因为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大宗商品 从黄金到石油 全是美人地盖 那么美人里面 所有这些生产的石油 石油生产国啊 还是这个盗米的出口国 而且慢慢都改不上了 它有压力 为什么 因为它能全球的购买 这个降格 所以从这个降格来讲呢 应该能够 比如说美元的下跌 应该就能导致这些上升 但是怎么定量化一些 比如说有一个简单的说法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说现在的石油是125元 如果美元没有升 没有贬值 那么现在石油应该是多少成功呢 它就利同做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美元贬值 对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 定量化一些 那么现在有比较传论说法 应该是88美元一多 所以说88到25美元之间的价值 是由于美元贬值造成的 当然美元有不同的领期的方法 但是这些有说法 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国际的炒家 或者说是一些短期的投机人 他们在不断地在不同的品种之间进行转换 炒完这个房内 炒完那个房 为什么它市场都有这种羊群笑容 我把每一个某些东西炒包之后 肯定别的人就跟进来了 那么我赶紧去队长沙街 再去开场 比另外一个降场展开一场新的格斗 所以这三个原因 等于是共同造成了 在目前全球市场上 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通货口罩 那么问题是 这样的因素会是否会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会的话将会延续多久 那么从第一个原因来讲 美元是否已经贬值 或者说半万会回升了 那么这应该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 你可以看出 我刚才那个内容突然讲 美元还没有出现过 过度贬值的时候 换句话说 从历史上来看 美元现在也是历史上 自从1971年解禁以后的最低点 那么美元是否会继续放下走呢 你们有这个 呃 有人有这种看法 但是实际上呢 我觉得如果美元 就是联储为降期 就是已经注射了的话 或者说已经真正的感觉到通货膨胀 是比经济衰退 一个更严重的危机的话 那它可能开始收收 它一收收的后 美元可能会慢慢地回乱 那么这一个因素可能会慢慢解除 那么第二个因素是国际炒家 那么国际炒家 这个问题一看出来呢 就是说实际上呢 它是在不断地电换 它的这个炒作的这个平台和炒作的品种 但是慢慢地还在 可以说呢 任何一个炒作 都不可能形成一种长期的趋势 任何一个炒作行为 都是一个短暂的事件性的行为 所以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持续持下去 所以最后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供需平衡 那么供需平衡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应该说呢 肯定应该说 不会像过去升值那么快 但是应该说 价格还是会不满上 那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那作为投资人 在这样一个全球面 通过很大的环境中 作为投资者的我 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您刚才提到很多 不论是投资港部也好 还是投资中国的一些蓝筹目标也好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考虑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因素 应该考虑的是什么 应该是把你的眼界放过来 应该在全球资本市场上 寻找你的内容力 而不要把自己的目光值值 仅仅停留在港股 停留在中国的A股市场上 那么在你的投资配置当中 不以A股和港股应该占有相当的比重 但是你不应该让他们比重 在你投资所困动占的比例过大 一个最简单的那种 现在全世界最看好的投资是谁 是巴西 叫什么 为什么是巴西呢 这很简单 这巴西原来是什么 这个有自然资源 什么铁框啊 这些什么 这个自然资源都在当中 现在第二国 那个炒家炒过第二国 炒什么 炒农产品呢 一发现 它有巴西国是一个最大的农业国 对吧 你说它生产于纯用甘蔗 用那个玉米里面用甘蔗 对吧 甘蔗的效率还更高 所以说这次便宜多少把书占 对吧 你涨什么都涨 就是他们总是上帝 所以从这个来讲 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你同意这种观点 因为呢 就是说从全球市里上来的 你不应该作为投资人 如果说过去QP有门没有开 你放不下来的问题 在现在有QP有门了之后 我觉得投资人们应该考量 如何统善地利用这个新的战绩 就是你不希望港股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跟美元这个挂钩 只有两个货币 对吧 那港股是停 港币是停止 那每年下去的港币一定下跌 对不对 并且呢 比如说人民币升级 人民币升级只是对美元升级 人民币升级 人民币后面在贬值 对不对 对英镑在贬值 对世界绝大多数都在贬值 对吧 所以从这一项目来讲 你如果投资其他的国家的 你不仅能够收到那一项国家 那不是升级 你还可以收到别的国家货币 相对于人民币升级 所带来的额外的升级 这就我们再提到 现在TDI给你提供的机会 你应该考虑 不要紧紧把自己的投资 曲线在港股和A股市上 谢谢 好 感谢老师 如果海外投资者的 谭先生不知道您对这位 观众提出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也讲一点想法 抵抗通货盆障 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 很多人害怕 但是历史上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情 特别是大多数人来讲 因为我们应该是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大家 我们说在做的是经理 大家是支持投资的 因为我们是 一个情况就是说 如果你是投资者 你就应该 除了分散投资以外 最应该的就是说 第一是一定要投的 第二呢 需要非常宣言的就是帮你去投资 因为这些投资 是一个非常非常粗糙的 困难的一个过程 如果自己去训练的话 肯定是失败 我这两天 我天天跟你们就说 如果是百分之一的人能赚钱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股力你去投资的话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就亏钱 如果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钱 放在百分之一的人身上 就是百分之百赚钱 所以的话 我就是想 这个投资 每个人都想学 我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大家都轻松好学 但是不富有 所以我们想来 就是能够改变大家去国内 刚才就是 高总推荐 投资要分散大家 我们投资的回报是 我们的目标是每个礼拜 百分之一 但是我们也做到了百分之一 我们去年百分之九十四 短线 我们不做也是 也做个长线但是少 我们的市场是大 就是说 我们是在北美最大的市场 就是外汇 证券指数 所以的话 就避免过步的风险 还有就是 其中一个很好的经验 就是大家投资 指数 或者EGF 对吧 这样的话 就避免你 这个波动幅度大 所以所有的风险 其实我给所有人都有 有一套自富 或者富有的办法 就是说 因为 如果你是这方面 很有兴趣 又很娟业的话 你想学来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大多数人是 不适合做这个事情 所以的话我就讲 如果想要富 必须是需要捐资 并且需要走资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点 敬意 谢谢唐先生 由于这些限制 下面我们最后 有一个问题 就先来 那位老师 你先看起来吧 回来 唐先生 当大多月为奥运会 过后 我们的股票会往下跌的时候 国外 国际的一些 特别优秀的机器 会会把他组 用半年之间 爬上13,800元 13,800元 13,800元 是假的 算还不是算 现在呢 其实呢 有点 现在中国的指数 其实是一个非常 相对来讲 非常低的 就是其实是一个 最便宜的股市 但我们讲 便宜的股市 不是说 它的匹率怎么样 因为 也许肥率很高 但是呢 这是一个 对吧 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的股市 在发展初期 它有 它是自负的工具 以后人们都会要的 你想想 从总的股市来讲 在股市上的这些公司嘛 它有很多的优势 对吧 并且呢 从总体上来讲来 它是财富的来源 也是动力 所以的话呢 也是未来的失望 所以的话呢 我在想 每一次大跌啊 想是比方说 就个自贡市 对吧 大家觉得现在这个信息的沟通吧 就是国家方面的学生没有了 这个市场更加稳定 更加安全 如果每次就像这种情况来 大家就应该 继续 而不是应该出来的 开始 这个是 在市场最高的时候 大家都兴奋的时候 刚才这个高中讲 投资是市场的情绪 我们呢 就是利用市场 人们的这个 投资的情绪 借钱 所以我们的 主要问题是借钱 不是 怎么样分析 所以呢 我想后来就是说 大家都不要 根据股市投资的情绪 来决定投资的 主要是 大家就是 刚才去那个 那个 那个高中的 给大家提醒 就是在大家听懂方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这个是应该进去 好 感谢韩先生 我们也感谢三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 和精彩的回答 来 我们以乐乐的掌声 感谢他们 好 各位朋友 还有问题 要问的话 欢迎来到 南方东西话的网站 回忆